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 拍照看这里 叫一个 一 二 三 毕业了 这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明明 喂 妈 明明 我在咖啡厅写东西 就没说 我会不能出关徒书 很松敗 做风台 对呀 给奈爸爸给喜闻 损失得很严重 那个十斑 不是只有我们家 毕业迷陀到临边 到整个加东沿海 怎么办 大家都损失惨重 对呀 亚爸爸哦 还去余飞借钱哦 你那礼拜六赶在过去 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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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状况再说 嗯 好 我先挂了好吗 嗯 拜拜 好 来 明明 你怎么了 我以为我才是要难过的那个人吧 怎么你看起来比我还惨啊 你怎么了 你那个大宝贝勒 嗯嗯 我们已经分手了 分手 什么时候的事啊 刚刚啊 一个小时之前 诶 她居然背着我和戏剧线的学妹 哭 你怎么了 哭哭哭哭 suppose 你要安慰我的 哭 我去不了美国了 为什么 这不是你早就回来的梦想吗 都花了那么多时间准备托福 5GRE 还生起来一堆学校 我刚接到我妈电话 她叫我考虑一下 先不要出来 她说这只台风 把家里的鱼 为了鱼都弄死了 但我好像应该回家看一下 了解状况 嗯 诶 那不然我陪你回去啊 陪我回去 永安好像很偏僻的感觉 好久没回家了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一个南部靠海的小渔村 印象中 除了发电厂 透天错 庙宇 整个永安几乎都是余闻 诶 明明 诶 阿凯哥 好久不见 对啊 你放假回家 不是 我已经毕业了 真的 他是我堂哥 他叫阿凯 这是我大学同学 他叫小新 哈喽 你好 诶 你们那么难得放假回来 找时间到我那边 大家聚聚聊一聊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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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喝 喝 好啊 媽媽 媽媽 我回來了 你來這裡要做什麼 不快回去 有什麼事情回家才說 從小我和爸爸就沒有什麼話說 我一直不懂 人家說女兒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我應該是爸爸前世的敵人吧 來來來 吃飯啊 謝謝 妳就要小心喔 對啊 來來來 妳吃看看 這是我們家 跟妳吃的石斑魚 很好吃 謝謝 來 這給妳 媽 沒關係 我自己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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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啊 你現在台北了嗎 你出國要留下的事情 慢慢再說 你有沒有想說在台北 先找頭路有沒有 啊 現在台北的頭路 敢有那麼好找 台北的媽四家 啦 我回來了 我們做事 這裡就沒什麼 逛逛逛逛走 跟妳一樣吃魚 我最討厭這股魚行為了 妳就是靠這個魚行為 妳們不會吃魚 跟妳吃大的 我為什麼不能做 我想做的事情 明明 有了啦 早餐了 回來了 石斑的魚苗都滿昂貴 我們從種魚 產卵 育苗到成魚 都是自己培養的 那這一池一池的 都是石斑 baby囉 對啊 我們會根據魚苗的成長狀況 來進行篩選和移池 等牠們長到15公分以後 再把牠們放到戶外養殖 好酷耶 所以通常要多久 這些小魚苗 才可以長到15公分 移到外面的移池 大約要三個月 三個月 那算很久嗎 不會的 是正常時間 我們去外面看看 好啊 每個魚池 都是大小和品種不同的石斑 我們不用傳統的土方魚溫 就是為了避免魚飼料 排泄物混雜到土港的病菌 你看 我們引進這種的冷排海水 直接管到我們的魚池 水溫 比我們一般海水更適合養殖石斑 再加上我們三天換一次水 更能維持水質的穩定 哇 好厲害喔 這邊總共15公頃面積 30個魚池 30個魚池 哇 都是你的嗎 對啊 我們現在年產量是400噸 有八成都是做活魚外銷 所以囉 我在對岸也成立了一家水產公司 捕撈起來的石斑 會送到這邊進行加工 然後真空包裝 零下45度C 超低溫急速冷凍 這裡不但通過 HA、CCP以及CAS認證 每一包產品還有彩銷履歷 以及優質水彩認證 哇 他在幹嘛 因為我們是採用無毒的養殖方式 魚跟人一樣都會生病的 我最近想找一位懂生化的人 一起研究魚的益生菌 凱哥 你知道我們小新是生物系畢業的 專攻為生物培養的喔 真的嗎 嗯 對啊 哇那太好了 我真的有問題想請教你耶 都可以問我 好 吃飯的話我就讓你問他 當然沒有問題 好多獎狀喔 哇 十番達人 嗯 凱哥你先十番達人 這麼厲害 我當初入選了漁業署的養殖青年專案輔導計畫 學習了養殖技術和行銷 如果當初沒有選擇回來養醫的話 現在可能還只是個上班族呢 對阿凱哥 我記得你之前跟我說 你在台北的科技公司上班 莫拉克風在隔年 我決定回家幫忙 其實危機就是轉機 當初畢業後留在台北 是想說會有更好的出入 其實現在看起來 養殖業的發展潛力更大 嗯 所以阿姐當年是這樣子 放手讓你去做的嗎 我爸的脾氣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們之間也是不斷的衝突爭執 然後嘗試之後才有今天的成果 嗯 其實啊 十番最大的天敵不是天災 是他自己 克服不了溫差環境 抵抗不了病從的 往往沒有辦法存活到長大 我們人啊 夢想和現實 有時候是背道而馳 但我決定選擇務實以對 然後一步一步的實現我的夢想 聽完阿凱哥這番話 我深刻了解到 夢想是需要靠自己一步一腳印去實踐的 我選擇回到家裡 幫爸爸教料餘溫 誰說養殖沒有女青年 小金真的為了阿凱哥 努力培養出了十番魚易生菌耶 努力培養出了十番魚易生菌耶 也培養出一段好的姻緣 也培養出一段好的姻緣 在喜宴婚禮上 我看到爸爸臉上全圍的一絲笑容 來 大家看家喔 來 起來這個 一起忙 一起 我看家窩 在家裡 在家裡 我們會不會 在家裡 會不會 小金子 有個好久的 他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